你投这么铁,一定是传说中的铁头工,你还说不会武功? 老和尚,我要你的命,拿下! 谁让你砸了一尊琉璃像的,你知道多贵吗? 陛下,为了拆穿这和尚的谎话,瞎见伯一时情敌,才摔碎了这座琉璃像,情有可原。 瞎见伯极致,沈某佩服。 董大人言之有理,瞎见伯也是情敌,归根结底,责任还是在这和尚身上。 这陈庆,居然公然和本宫唱反调,啼不想要了。 陛下,还是先问问这老和尚,到底打的什么坏心思,再治他的罪,让他们赔偿也不迟。 奶奶的个求,怎么这厢人这么多人撑腰了,气死老娘了? 来人,放长得! 说,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 就算扒了贫僧的皮,贫僧都不会说的。 陛下,陈刚才好像看到这位大师和王妃说了几句话。 什么? 阿弥陀佛,秦僧与慧王妃素不相识,这位大人怕是看错了。 你刚才说这和尚和慧王妃说话了? 没有啊,我想了想,刚才好像是看错人了,常总管说什么慧王妃? 我套你个猴子,你在演我。 皇后,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处理吧,你这大脑袋随震过来。 你这一摔,国库两万两银子可就没有了。 陛下,是一万两,您难道忘了,还有臣的一半呢? 你怎么知道那老和尚会武功? 臣不知道啊。 那你就敢那么砸下去? 臣那不是手滑了吗?再说,臣也到过疆了。 最后一个问题,你怎么知道是会王妃? 猜的。 素素,我们过去吧,你娘和姑姑都在那边。 爹,您先过去吧,我马上就来。 刚才多谢世子殿下。 应该的,你真的不认识沈树吗? 那是家兄。 我就说嘛。 殿内,最后一件琉璃器已经被某一个权柜拿下,至此,所有的琉璃都有了新主人,便在这时,王家家主走出来。 还真是巧了,几日之前,王家刚刚从藩帮商人那里买下了一批琉璃器,本想着收藏起来,但看到陛下为了国家,为了黎明百姓,将宫中的宝物都捐献出来,王某深感惭愧,决定将那些琉璃出售。 出售所得,但数捐赠国库,王某已经请示过陛下,三日之后,将在扶龙园中举办琉璃一卖,到时候还希望大家能够赏脸。 敢问王兄,王家有多少琉璃? 一定能让道场的诸位满意? 敢问可有琉璃佛像? 那藩帮远在海外,乃是佛国? 哇! 娘娘,这是属下前手艺高明的石匠,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雕琢出来的,一定能。 听说,京都的许多寺庙,都有了琉璃佛像。 回娘娘,却有此事,属下也曾想,若是也能为娘娘打造一座琉璃像,怕是能吸引到属不清的信徒。 但除了寒山寺从藩帮商人处得来一尊琉璃观音,长安县伯送给长公主一座琉璃像之外,其他几座都是从皇宫里传出来的,我们根本接触不到。 属下也曾派人找过藩帮商人,至今一无所获。 不过,洛川王家明日要在芙蓉园举办琉璃一脉,到时候也有我们的人参与,一定能找到足够多的琉璃,为娘娘塑像。 长安县伯? 是的,长安县伯瞎人。 明日的琉璃一脉,不必再参与了。 娘娘,为何? 七国局势有变,蓝衣使和紫衣使全都随我撤离京都。 蓝衣使留下一位,负责联络京都信众。 时间紧急,你们快些准备,最迟明天正午出发。 属下马上就去安排。 紫衣使者缓缓地退出院落之后,他走到依旧跪在院外的人群前面。 许正,紫衣使有何吩咐? 娘娘有令,圣教兰衣上使者明日要离开京都,但我们不能弃京都诸多信众与补固。 诸位使者中,唯有你对京都最为熟悉,此次便有你留在京都,联络和发展京都信众。 你可有意义,一切听从娘娘安排,那娘娘的另一位化身。 此后圣教在京都的一切事宜,由你做主,你可便以行事。 李永灵 虾仁啊虾仁,又是你,看来得抓你走了。 王家一会儿就要进行流离异脉,这是至少涉及百万两银子以上的生意。 可能是这几天看到的银子和珍宝太多了。 此时此刻,虾仁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,估摸着时间也差不多了,今天到底还是要去芙蓉园走一趟的。 老方,走,我们去收钱。 这些天喜欢吃酸的,是有些?你告诉奶奶,上个月的月是来了没有?上个月,上个月没有?快,快去请大夫,你说你们两个,这么大人了,怎么什么都不懂? 怎么样,是不是有孕了? 在下并没有摸到喜麦,少夫人今日只是有死过度,心中急于,带我开一个房子,好好调理一段时,便可痊愈。 那麻烦大夫了,没关系,你们还年轻,以后有的是机会,每天多来几次。 哈喽,夏夫人。 刘大夫,相公刚刚出去,踏实很晚才会回来。 老夫今日来并非是要找夏宪博,夏宪博前两日曾说夏夫人身体不适,让老夫来看看,只是这两日有事耽搁了,才拖到了今日。 既然如此,刘大夫进来做做吧。 不知夏夫人可否让老夫先把把脉。 这两日身体已经好多了,就不劳烦刘大夫了。 身体要紧,还是让这位刘大夫再看看吧,那就麻烦刘大夫了。 恭喜夏夫人,夏夫人有喜了。 刘大夫的意思是说。 夏夫人有应不久。 你这老头,简直一派无言。 本大夫刚才明明没有好处喜脉。 你这用意,竟敢如此乱言,报出名号来。 本大夫要向官府揭发你,一定不会让你再继续招摇撞骗。 用意的话,的确好不出来喜脉。 至于老夫的名号,刘济明。 刘济明是吧,我记住你了,我今天就去官府。 刘济明,刘济明,刘,您,您是刘大人。 此言当真。 如意真的有身孕了。 怎么说话呢,怎么说话呢,什么叫此言当真。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? 这是本朝太义令,刘大人的遗书神鬼摩测,举世无双。 说游戏就是游戏,错不了的。 闭嘴。 刘大人,您要不要再仔细瞧瞧。 老夫人不用担心,瞎夫人有身孕不久,普通大夫看不出来也算正常,就是老夫,刚才也差点没有拔出来。 我的宝贝如意啊,以后你就好好地在家里养着,哪里也不许去,什么也不许干,洗衣做饭之类的粗活,全都交给府上的丫鬟下人去做。 京都哪一个富贵人家像你们这样惯着丫鬟? 姑爷,去芙蓉园之前,要不要去看看醉莫姑娘? 今天不去了。 好的姑爷。 醉莫,我来了。 夏公子,小姐今天不在呢? 不在,她去哪里了? 刚刚去铺子里了,小姐可能到晚上和若青姐姐一起回来,夏公子要不要进来等一等。 不用了,我先走了。 小姐,你为什么要骗夏公子说你不在家啊? 一定是夏公子又回来了。 小姐,这一次,我要怎么说呢? 请问您找谁? 听到身后传来和小翠不一样的脚步声,曾醉莫深吸口气,转过头正要说话,看着站在院子里的人,正了正之后,脸色立刻就变得苍白起来。 醉莫,你来京都这么久,怎么都不回去看看? 家,十三年前,我就已经没有家了。 你还记得十三年前的事情? 不敢忘,不知曾侍郎今日来此,有何贵干? 当年我也只是户部一名小小的立员,改变不了大局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兄长落难。 后来我也曾经去教方寺找过你,那时才得知你已经被人重金赎走,这些年来,也未曾放弃过寻找。 子健当日说在自月楼看到的人好像是你,我才知道你已经来到了京都。 这些日子,我一直不敢见你,就是担心你还无法忘怀当年的事情。 侍郎大人还有什么事情? 回来吧,曾家如今已经不是十三年前的曾家了,我保证,从今以后,不会再有人欺负你,你还是曾家大小姐,我想把这些年来欠你的,全都补偿回来。 曾家的确已经不是十三年前的曾家了,我也不是十三年前的曾家大小姐。 曾侍郎如果没有什么事情,还是请回吧。 翠莫,直到现在,你还是不肯叫我一声二叔吗? 小翠,送客。 我还会再来的,有件事,二叔需要提醒你,离那位长安县博园一些,越远越好。 什么,他居然拒绝了,他以为他是。 住口,当年要不是你大伯护着我们,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罪责,你以为你今天还有资格这样坐在马车里,我们欠他太多,翠莫是大兄唯一的骨蟹。 还好找到他了,要不然,我一辈子良心难安,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恩怨。 今日之后,一笔勾销。 我知道了,父亲。 老爷,几位大人已经在腹中灯后夺势了,宫里,似乎也派了人过来。 曾大人,你可算是回来了,让我们一顿好等啊。 抱歉,抱歉,刚才出去处理了一些事情,几位突然造罚,不知是有什么事情,可是贵妃娘娘有什么吩咐? 娘娘让我问一问你们,你们打算看着那下人在朝堂上形成怎样的气候?你们,好自为之。 看来上次重圆殿仪式之后,娘娘果然还是不满了。 娘娘的担心也不无道理,谁能想到,原先那一个随手便能捏死的小人物,居然成长到了这样的地步,现如今,她已经不仅仅是靠着陛下的庇护了。 可是,现在要想动她,哪有那么容易,不仅要面对陛下,还有小半个朝廷。 此事急不得,还需从长计议,想必其他人也都得到了娘娘的指示,我们见机行事吧。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,这一次,娘娘应是认真起来了,那位瞎见博接下来的日子,怕是极不好过。